這個圖一樣要按編輯 反正你看一下 基本上錄完的結果 我剛剛有稍微把它試著改動一下 因為其實真的太混亂了 但你說哪些是可以改的 哪些是不能改的 跟各位講一下 幾個地方可以做修改 OK 我再把那個剛剛再錄一下 重點錄一下 樞紐 盡可能你們就是按照我剛剛講的方式 再把它錄一下 記得一就是這個地方 樞紐圖 第二個就是折線 用有標記的這一個 並且把這個放大 放的位置有幾個重點 一就是它的坐標在哪裡 理論上是會看左上角 所以理論上我放在第二儲存格的位置 再來就是寬度是多寬 比如說我希望 跟儲存格寬度大概就是 每個大概就十個儲存格的寬 就是十欄寬 列的話大概就是十五列好了 比如說到這邊好了 然後這個地方名稱 再把它改一下 改的名稱的話 我剛剛有改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名稱這個地方加 然後我是把這個地方 字的大小改成二十 然後紅色字 然後出體字 最後這個Legend不要 把它刪掉 錄完之後的話 我一樣就是把它停止錄製 然後並且切到劇集裡面 找到樞紐圖編輯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哪些地方可以刪掉 首先第一個 像我自己錄完之後 我會先把這個刪掉 上面的有沒有 這些東西不要 那這個樞紐圖最重要就是這兩行 其實第一這個有沒有 add-char-to-sauce-data 那這個是畫圖 畫出折線圖來 第二個的話就是它的來源 底下這個多寬有沒有 多高 位置在哪裡 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個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一般習慣 我是建議寬跟高 還有就是坐標 你可以自己加 那要加在哪裡呢 我先把這個註解掉 我先不要刪 我等一下再刪 註解 就前面加那個單引號 可以先在這裡 理論上把這個東西 放在哪裡呢 因為我查了一下 add-char-to裡面的說明 那說明怎麼查 按F1 F1之後有沒有 它會自動幫我把 某一個方法 或者某一個物件 裡面的電子說明跳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其實已經幫我們 指定的四個重要的訊息 哪四個重要的訊息 有沒有 你會發現 add-char-to後面 第一個是style 第二個是type 這個指的就是那個啦 還有標記的折線圖的 有沒有 332那個嘛 那個 另外還有什麼啦 你要把這個圖放在哪裡 我想要放在那個第二那個位置 然後寬多寬 寬我希望 大概就是10個欄寬 10個儲存格的寬度 然後高多高呢 就大概15列的高度 那你想說 因為我看了這個說明 我乾脆把這個訊息 加在這裡就好了嘛 所以以後你們 如果假設有些 錄製完的方法不會啦 我教過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就按F1就好了 它會跳出那個 官方的這個說明啦 雖然說明其實說真的啦 看起來 不然不是很好閱讀啦 不過我覺得這訊息也夠了 因為這線索就已經 足夠我去撰寫後面的對應程式 所以哦 我要怎麼樣 先制定這兩個 它的Labs 那Labs 注意一下 Labs 顧名思義嘛 它就是你那個圖的左上角 左邊那個那條線在哪裡 那type的話 指的是它的上面那條線在哪裡 所以呢 我只要先告訴他說 我要畫一個圖哦 那我希望幫我放在哪裡呢 放在 D2這個位置 所以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Range 那儲存格當然你可以用Range D2的位置好了 D2 那記得D2這邊打一下 它的什麼呢 這個儲存格的 左邊這裡 那左邊怎麼 給它一個屬性叫Labs 意思是說 我左邊你就幫我貼齊 D2這個儲存格的左邊這條線 也就是幫我放在這裡啦 你就放在這條線上 OK 那另外的話 它的top 它的top在哪裡呢 它的 上面那部分其實也是D2啦 所以其實我這邊也是拿D2來複製過來好了 後面打一個點什麼 點top就可以了 top的意思是 那你幫我 座標 剛幫我就放在這裡 放在這個 D2的位置 寬多寬 後面跟大家講一下 寬多點 一樣用D2 所以有點偷懶 就是都用D2 然後後面加一個點 寬多寬 點 那你會發現 這個後面也會出現說 那你要用哪一個當基準 那你就幫我把D2當基準 D2其實 當然你 D2這個儲存格的寬度 乘以10就可以了 乘以10 意思是說 10欄寬 豆點 那多高呢 一樣用那個 D2的儲存格 後面跟他講說 高度呢 對不對 Range點 點什麼呢 後面有一個Hight 高的話就這個 HEIGHT 那他幾列高呢 乘上15好了 OK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你這個加上去之後 其實底下這些 通通可以把它刪掉 那當然哪個簡單 我覺得上面那個簡單多了吧 OK 這個把它delete掉 好 OK 然後 大家我們來弄弄看好了 這個把它刪掉 刪掉 OK 來弄弄看 F F8 這有錯誤 這邊 我看一下 這個點前面沒有 這可能剛剛在拖的時候 OK 好 然後來看一下 這應該沒問題 然後所以畫個圖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行執行會怎麼樣 他就直接畫出來了 那他的坐標呢 就會剛好在 D2的Let 就這一條線 D2的Tab 就這一條線 有沒有 那多寬呢 剛好10個 10個到這裡 多高呢 就剛好15個 15個剛好在15列 有沒有 這邊 從第二列開始 所以以後 如果你懂得這個方法 要畫圖就簡單了 放哪裡 有沒有 就由哪個決定呢 由Led跟Tab的決定 多寬多高 你可以自己再設定一下 好 那做好之後 接下來後面還要做什麼 把這個 這個叫Title 所以底下那個Title 我跟各位講一下 主要把這兩行可以刪掉 因為這個不用 這個只是點下去 我這個其實是抓底下的Cntl-C 所以其實 那最關鍵的地方就是Active Chart 就是目前那個圖的Title 它的文字是什麼 所以你底下這個地方有沒有 點Test其實就是把那個名稱給它 OK 這個地方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Fone Size是多少 所以其實Fone Size 我是建議你可以這樣 後面其實是可以這樣 拿這個來 Active Fone Size 字的大小20嘛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Fone Color 有沒有 字的顏色 那字的顏色的話 你看喔 底下其實這邊是有啦 有個Color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是可以拿這個來改 Active 這個Fone Size 其實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Fone Color就可以了 這複製過來 然後把Size改成Color 那以後呢 如果要 用那個什麼呢 紅色的話 我是建議各位呢 可以記一下一個函數叫RGB 那RGB就是三原色嘛 後面剛好就是給三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就是R 就是紅色到多少 那它的範圍是從0到255啦 最大是255 這個什麼意思呢 有紅色 而且紅色調到最大 那沒有綠色 也沒有藍色 那就是紅色的意思啦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 所以哦 字的顏色 Fone Color 有沒有 所以底下這個也不用啦 那它還有什麼 四個粗體有沒有 我剛剛有做一個粗體 那粗體的話其實 也是這樣 Active 有沒有 這個 所以把這個加在前面 它的粗體的話就Bold 等於什麼呢 等於有的話呢 那就是True 沒有的話就False 所以這裡的話 那後面它加一個M 其實你加True好像也可以 就是這樣 OK 就是要粗體 然後底下的話呢 就是OK了 所以哦 我剛剛 再來跑一下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這刪掉 然後再把剛剛的程式哦 所以你會發現哦 我把剛剛的路的幾乎已經是 能刪的都刪光光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加一個圖 然後 把它的資料帶過來 然後呢 再改上面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 把這個名稱加上 Size變成20 然後顏色變成紅色 然後加一個粗體字 就是 一步一步了 所以啦 剛剛錄的東西 其實你都會 但你會發現哦 這個地方有沒有一直重複的東西 這個有沒有 這個 這四個都重複啦 所以一樣的道理 你說哦 老師你剛剛不是講那個Wiss對不對哦 這個地方能不能改成Wiss 也當然可以 不改各位 也可以 看各位 我改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Wiss有沒有 然後你就把這個 它前面都一樣嘛 所以把這個哦 搬到Wiss後面 然後記得尾巴要加一個EndWiss 有沒有 有頭有尾 所以你加一個EndWiss 然後底下的話呢 你就可以通通把這些都刪掉 一般習慣會把這個按一個Tape 這樣子 讓它縮排在底下 欸 這樣看起來 有沒有 有沒有比較清爽 好像有耶 不過你說老師不想這樣做 也可以啦 這可能我覺得就是兩可啦 你說老師剛剛這樣也OK 畢竟沒有Wiss就少兩行 最後的話還有一個地方好像漏掉了 哪個地方 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叫圖力啦 圖力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用路的 但路的我覺得它也是路了兩三行嘛 我覺得你可以記一個叫ActiveChart 其實這ActiveChart蠻重要的 就是目前這個圖 點後面一樣有很多的屬性 那如果說你哪些東西不要的話 你打一個 它開頭習慣一下Has Has就是有沒有 也蠻有趣的 Has有沒有什麼東西 如果HasTitle等於False 那上面Title就不見了 如果說呢 我要把圖力關掉 它有一個屬性叫HasLegend 這個Legend的話就是圖力 你不要的話很簡單 加一個等號 它會問你說開跟關 不要就是False 但你打0也沒關係啦 我跟各位講喔 在VPA裡面 False跟0是一樣的 True呢 就是1啦 所以如果你看到我的程式裡面 常常 老師為什麼你那個 聚集錄下來是False 你怎麼把它改成0 那True改成1 因為個人習慣 為什麼 因為False要打幾個字 五個字嘛 True的話四個字 可是0跟1只有一個字 所以這個也是偷懶啦 因為我自己個人習慣是 畫面上的程式 越少越好 所以你會發現 你說要不要加Wiz 其實我當然比較 是有推薦 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字就變少了嘛 所以如果可以符合 那個字變少的 這種寫作的習慣 我覺得我都會滿喜歡的 OK 另外的話邏輯越簡單 像錄製下來也是一大堆 但你說為什麼可以精簡 因為我大概抓到幾個要領 所以特別注意喔 剛剛主要的重點 這個字好像太大了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改成12好了 因為這個太寬了一點 好 主要有幾個地方 關鍵 第一個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要決定 它這個圖放哪裡的話 其實就是這兩個有沒有 Lapt是決定水平的位置 Tub是決定它的垂直位置 那一律是指左上角的那個點 OK 那寬多寬的話呢 再來第三個是多寬 那我是乘以10 因為10欄寬 那這個多高呢 10裂高 所以這邊加一個height OK 大概這是第一個 這個很重要 那第二個的話 底下它會 也是產生一大堆的程式嘛 不過後來我總結下來 就會變成有一個active chart 目前的圖 的chart title 因為基本上都是針對那個 字的title去做設定 那包含有四個項目 我這邊只有橘色 一個是放什麼字 title的字 然後多大 顏色 然後它要不要出底字 那最後就是把那個lection 關掉 就圖力關掉 OK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就已經完成了 上面如果你假設再細心一點的話 自己再做註解 註解的話 自己再 然後把這個圖delete掉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最後試一下 程式應該就夠精簡 F8 先加個圖 然後給它 理論上應該已經抓到了 sauce 然後再加一個上面這個lection 不是lection Title 然後把Title換一下 字 顏色 出體字 然後最後的話 lection 指的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要把它去掉的話 就是我剛剛用hats hatslection 這個語法 可以把它關掉 F8 就不見了 OK 那這一段程式 雲端上應該有 所以你們可以 再參考一下 應該是 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地方應該是 第16頁吧 OK 有沒有剛剛 我甚至還用黃色的底色 mark起來 不過這裡有點不太一樣 我剛剛好像是15 我之前好像改20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這個還滿關鍵的 以後如果你要畫圖 這個圖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以這個幾個方向 去做 一個 這個修改 或者甚至 你將來都不用錄了 你乾脆直接拿這個 當範本算了 有沒有 add char2 然後 哪一種樣 除非說你要畫的那個 圖的樣式 不一定是折線圖 那你如果假設不知道 哪一種樣式 沒關係 你用錄製的 然後錄製完之後 你就知道什麼樣式 然後再加上它的 坐標位置 加上它的寬 加上它的高 OK 然後再修改它的title 有沒有 然後再把圖地關掉 這樣其實大概就滿足夠的 OK 那這樣的話 最後我們要把兩個 把它串在一起 那就會產生一個 歷年竊道折線圖 二和為一了 二和為一了